民进党声援前总统陈水扁的司法人权 中常会今天决定针对扁案在一审期间 临时更换法官是否违法的事宪案 要求大法官会议尽快做出解释 而对于部分绿营人士还主张要发动群众运动来声援陈水扁 民进党中央目前是抱持保留的态度 认为应该要注意一下社会观瞻 所以暂时没有这样的计划 民进党声援陈水扁司法人权行动小组召集人 也是民进党中常委的台南市长许天才 在拜会多位民进党内与绿营重要意见领袖之后 16号向中常会提出报告 中常会最后决定相间针对扁案一审审理过程中 更换法官是否违法的事宪案 拜访司法院希望大法官会议能尽快做出解释 因为这个事宪案会影响到第一审判决的效力的 这个评估 会特别聚焦在这个程序的正当性跟程序的透明性 不过蔡英文也表示 拜访司法院的时机点 以及他本身是否会带队拜访 还是有相当敏感度 所以将等到和民进党立院党团讨论之后再做定案 而许天才也谈到 近日在他的拜访行程中 建议采取群装运动的人士并不如想象的多 而且大多认为应该要注意到实际的效果 他们也顾及到这个实际的效果跟社会的观瞻 以及实力的考量 所以他们也是蛮理性的 而16号中午才和许天才会面交换意见的前行政院长 谢长廷也认为民进党先诉求大法官示线的方式 来声援陈水扁的司法人权是正确的方向 不过当被问到他本身对声援陈水扁司法人权的态度 谢长廷则不愿多说 不适合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态度讲成十几个态度 就是由他去讲就好 民进党慎重其事 成立声援陈水扁司法人权小组 希望陈水扁能被释放 好让他完整的行使审判防御权 不过是否真能发生效用还要再观察 记者张雄 陈宝罗台北报道